第一天,我是一只普通的牛马,只有五颗星,周围有很多牛被关起来了,你为什么要把我的同类关起来,养你们这么久,是时候贡献牛肉给我们了,我亲眼目睹一名农夫杀了牛,这简直太可怕了吧,我就不了你们,我还是自己跑算了,变成牛真的很要命,所有人都会惦记你那一身肥肉,所以我必须变得更强,让他们永远吃不上我的肉,但是牛也会饿的,只能继续返回村庄偷一点食物,我被铁傀儡发现了,但是他并没有攻击我,真的太感谢你了,想要更好的成长就必须有一个基地。 这个小屋虽然很简单,但是至少能给我安全感,外面是什么东西在这里叫呀,你马达的臭僵尸,快离我的基地远一点,平时在草地的时候我又不见你们打那些牛,我他妈变成牛了就来攻击我了,还是做一个活把避避鞋吧,真的太可怕了,到了第三天,我准备扩大我的基地,用更多的木头把房子变得更大,就像我的牛子一样大,虽然我是一头牛,但是我也会种地,自己动起手来做食物要比那些吃草的废物要好,突然一只浣熊闯进我的家里,并且偷走我的食物,我打了一拳给他,但我追不上他, 这畜生跑得非常快,你这个小B仔子不要被我抓到,突然我感觉周围有东西在我附近,突然我看到一只绿衣服的人在树木后面,当他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感觉到一阵头晕,这是怎么回事,四到五天,我竟然在基地中醒来了,我不是应该被绿皮人抓走的吗,我的周围突然来了苦力怕,还好我将他们都引开了,但我还是有些感觉莫名其妙的,昨晚都发生了什么,太阳马上落山了,我去附近的村庄寻找一些生物,突然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正在进攻村庄,他看起来不是本地人,像是一个外星生物, 请问你来地球干什么,你竟然有胆子面对我,不过像你这种没用的东西我也不感兴趣,在我统治世界之前你最好不要让我进门,给老子死开吧,我被他踹飞了很远很远,害得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六到九天,这里正好有一个小矿洞,还是有什么挖什么吧,运气不错,我获得了很多铁,刚好可以利用我的新武器对抗这些蜘蛛,进攻的武器有了,但是防御的工具也要做一个猜血,所以我弄了一个盾牌,走出山洞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这也意味着有很多僵尸或者白骨出现,突然那个绿色的男人 又出现了,他跟上次一样直接将我昏迷,第十天,这种感觉就像做梦,但这并不是梦,外星人正在死盯着我,你是一条非常聪明的牛,不过我要用你来为我增强力量,之前你应该见过我们的实验品了吧,难道你要把我做成那样,没错,准备好面临你的改变吧,我想反抗,但是我的身体动不了了,视野慢慢地变黑,醒来后我发现自己在基地,十一到十三天,我不想别的,只想着继续工作,因为我是一条老实勤奋的牛,我在一处村庄里找到跟我一样的同类,我们都是牛,所以你能帮我一样的同类吗? 我们就出来吗?我还是问问农夫吧,你要就带走吧,反正这是一头不产奶的牛,不产奶的牛我还真没见过,我决定亲自试一试,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水桶只有一些石头,这是怎么回事呢?当我再次回家的时候,浣熊又出现了,你这畜生为什么要偷我家的东西?因为我三天三夜没吃东西,想要一点食物,十四到十六天,我决定收留它,因为它实在太可怜了,谢谢你让我留在这里,接下来我要做一个雕像,所以我需要绵羊,我把村庄的绵羊都放出来了,接着我再利用可可豆来制作燃料, 粽子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要弄更多的小麦出来才行,不知道外星人在哪里,我决定去找它们,但我只看到了一头熊在森林,它以为我是一头普通的牛,却没料到我会使用铁剑攻击,我感觉身体正在成长,我多了五颗星,十七到二十天,我继续寻找外星人,但是我找不到它,我找遍了每一个角落,直到我发现一只低着头的牛,它告诉我它怀孕了,被注射了某种药剂导致变成石头牛, 那真是太糟糕了,我的基地也有一只跟你一样的石头牛,不过我有解药,但是我无法找到材料,太好吧,只要有解药我可以拯救你们,不过你先回我的基地吧,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只眼睛发光的人,我看了他的眼睛之后开始乱打我,不过就这点实力被我和石头牛弄死了,二十一到二十三天,我回到了基地了,是时候该制作东西了,我做了一个工具,可以在它们身上无限的利用石头, 为了报答你们两个我还做了豪华的小房子让你们住下来,祝你们能在里面睡个好觉,不过我需要更多的护甲才行,我去找铁的时候发现了一只铁牛,我的天哪,兄弟你怎么变成这样,他告诉我是外星人干的,真是丧心病狂,我只能从你身上拿一点铁来安慰你了,至少你还不是废物,可以每天为我们生产大量的铁,你做的铁房子我很喜欢,我会努力产生更多的铁,现在我拥有两个石头牛和一个铁牛,二十四到二十八天,我要制作我的奶牛雕像了,我还有小浣熊的帮忙,突然那头 变异牛拜访我了,我不喜欢你,请你离开我这里好吗,我就不离开,反而还要毁掉这里,我迅速和他打了起来,他竟然能够一下就把我打成残血,这头变异牛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强大,幸好我有一桶水,不然就被杀掉了,你想跟我一样这么厉害的话,你可以加入外星人,我再给你一些时间考虑,我也想象他这么强大,但是我不能做一名坏人,二十九到三十三天,我必须变得更厉害才行,所以要向强者学习,我问遍了所有的动物,它们甚至比我还弱小,当我准备放弃的时候,我身后突然来了一只 他直接攻击我了,但我也不惯着他,拿起铁剑直接盲敲他的头部,关键时刻外星人用弓箭救了我,他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我也听不懂,然后他就离开了,我找到了一只鹦鹉,他告诉我南方有一位非常强大的战士,是什么样强大的战士呢,我有点好奇了,三十四到三十七天,我来到了一个贫穷的部落,你小子是来这里增强的吗,不过你是一头废物牛,还是洗洗睡吧,我觉得我可以,那就开始吧,第一关是测试我的跳跃能力,虽然我很笨,但是这种我还是能通过的, 第二关就是挖掉下面的鞋,谁先掉下去谁就会输,不过我们两个打平手了,你确实能够成为一名强大的牛战士,那么最后一关呢,在擂台上打赢我就算你通过,他的拳头非常强,而且速度还不慢,他确实是一名恐怖的对手,虽然你打不过我,但是你表现得很出色,就算你通过了,穿上兔子鞋吧,他能让你免疫掉落伤害,三十八到四十天,基地太难看了,所以我要装饰一下,我弄了一天的时间,终于把我的家弄好了,正当我欣赏美景的时候,我看到外星人正在抓牛, 这是一个甘草牛,你这畜生快把他放下来,外星人被我吓跑了,这头小麦牛非常不错,可以为我们产生大量的面包,给他做了一个甘草房子吧,我抬头望着天空,发现外星人又在抓牛,不过我又将他救下来了,这是一个苹果奶牛,有吃不完的苹果,我就给他做了一个苹果小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了,只剩下我一个普通的牛了,在森林我发现外星人抓捕胡萝卜牛和土豆牛,你这个臭外星人为什么要抓捕我们,快给老子死开行吗,竟然还会顺应,算你小子跑得快,不过这些牛没事就好, 我来带你们回家,现在我的基地充满各种各样的牛,我这些牛都有自己的特点,这样也挺好的,41到43天,我要出去了解那些外星人的秘密了,你在家里好好守着,这个村庄看起来刚发生灾难不久,当地村民告诉我是一头变异牛摧毁这里的,随后我又找到图书馆旅员,这些外星人拥有超高的技术,能够让生物发生改变,所以说我该怎么阻止它,就在这时候一阵剧烈的声音打断了我,出来一看是一头很愤怒的大水牛,我拿起盾牌和武器就将它解决了,你可以去沼泽询问你, 或许它有办法,44到49天,先不要着急去寻找女巫,我还要回家做雕像吗,正到我欣赏腿部的时候一只狐狸打断了我,求你一定要救救我的家人,它被变异生物带走了,难道又是那些变异生物,快带我去看看,来到发生地点我只看到了一个眼镜,你这只普通的废物牛快把它还给我,这不是外星人吗,你把小狐狸的家人带去哪里了,请你把眼镜给我就放了它们,你先放了它们我再给你,那好吧,它们都很安全,快把眼镜交给我,不好意思,我现在又反悔了,竟敢耍老子, 这头牛就交给你处理了,这个全身发绿的外星人看起来有点厉害,不过我有训练技巧,我进攻的同时还可以防御,它碰不到我就死了,不知道那些畜生想要眼镜干什么,我得好好回去研究一下,50到53天,我告诉浣熊一定要好好守着家门,我要去沼泽一趟了,女巫肯冰在那个小屋里面,你这头小牛终于来了,管理员提过你,所以说你能帮我变强吗,先收集一些材料回来给我吧,我直接闯入管理员的家拿走他所有的书本,接着我再去寻找钻石,做了钻石剑,黑钥匙也不能少, 这些都是附魔的东西,做得很不错,把你的钻石剑交给我吧,女巫念起咒语,我的钻石剑突然添加了两点伤害,我帮你是想让那些外星人赶出地球,回到家后我就痴迷附魔台,如果我把护甲也附魔了会发生什么呢,54到58天,我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出来一看有很多怪物在我家附近,虽然我杀死他们很简单,但是他们太多了,我有点厌倦这种战斗,不过他们掉落的东西我可以制造一把工,到了早上之后我来到了一片沙漠地区,我想问问当地村民有没有见过外星人,但是他们见过来的东西, 我见到我就离开了,直到一名奇怪的男人向我说话,村民告诉我有一头奶牛一直攻击村庄,就在前方不远,到底是谁啊,我去教训一下他,你们两个为什么要进攻村庄,我迅速和这些牛战斗起来,虽然我也不想打同类,但他们确实是一头疯牛,但这也使得我非常能够,59到62天,我觉得外星人跟那些墨影人有联系,所以你去地狱找一些烈焰棒给我,随后我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地狱入口,我只需要把它拼好就可以进去了,进来之后我看到了火焰人,击败他们就可以获得烈焰棒了,我获得了,我看到了 这应该足够了吧,在里面我听到牛的声音,仔细一看是一头金牛,这我就不得不把你带回家了,你对我很有帮助,回我的基地我会让你过得更好,63到66天,我把东西交给了女巫,随后她送我了一瓶药水,你做得很不错,再接再厉,在夜晚我发现了一只墨影员,在战斗的过程中,更多的墨影员也赶过来了,不过最后的下场也只会是一个眼睛,当我回家的时候被外星人逮住了,她一拳让我直接晕了过去,醒来之后我发现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了,这下完蛋了,女巫肯定会 骂死我了,很抱歉,我把东西弄丢了,你怎么蠢得跟投猪一样,我现在对你很失望,你自己一个人对抗外星人吧,女巫气愤地离开了,算了,其他牛陪伴着我,刚好我的基地有一只金牛,我用黄金来建造黄金小屋给它住,67到70天,我继续完成我的奶牛雕像,还有什么比雕像还重要,不过我得出去寻找材料才行,一路上我碰到了一头土牢,但是我不认为我们能够成为朋友,我的钻石剑能够让它燃烧,这是火焰赋魔术的功劳,所以我能轻松地将它杀掉,我需要用这 一些陶土来制作雕像,马上天黑了,我得回去睡个觉才行,外星人怎么出现了,该死的,他还抓走我的朋友浣熊,你的朋友我很喜欢,不过他即将要变成实验品了,不用担心,我会来救你的,71到74天,如果想和外星人打架,那么就必须拥有强大的护甲,在地下我碰到了一头钻石牛,太好了,你能加入我吗,当然可以,我恨死那些外星人了,有了钻石牛,我可以产生大量的钻石,相信我一定会打败外星人的,拥有钻石护甲是不够的,还需要将它附魔才行, 不要急着走,你可以利用我身上的黄金制作金苹果,这个主意真不错,75到78天,我找到了掠夺者前哨,一般来说上面至少会有一个宝箱,不过这也太穷了吧,比我都穷,所以我现在无比的愤怒,就拿他们出出气,你们这些穷鬼给我去死吧,就在这时候我碰到之前的老朋友,你不能这样乱杀无辜,我错了,如果你还让我继续看到你这样的话,那么我会杀了你,79到84天,我来到了一个蘑菇群落,这里有可能关押着我的朋友,当我靠近的时候有很多流星开始攻击我, 我迅速用出盾牌进行防御,原来是这些壳子发出来的,我被它们击中了,导致我的身体开始向上面挑,然后我来到最上面之后发现幻熊就在里面,趁外星人还没回来之前我们赶紧逃离吧,85到89天,幻熊回来后我的奶牛雕像才能顺利进行,花了这么长时间我终于做好了,多么美丽的一个雕像,外星人看到会吓死的,所以我决定召集更多的奶牛回家,我看到前方有一只绿色的鱼,但是农夫并不能把绿宝石取出来, 我可以帮你这个忙,不过你要放了那头牛,村民同意我了,回家之后我用那台机器将它分离开来,这是你的绿宝石,现在这头牛是属于我的了,我给它做了绿宝石房子,90到93天,我家门口突然有人叫我,把你这里所有牛都叫给我,否则我杀了你,你好大的口气啊,这里可是我的家,我直接用钻石剑砍它,它用悬浮装置将我带到空中了,不过我并没有放弃, 我选择利用弓箭进行还击,把这家伙打跑了,还好我穿了兔子鞋,可以免疫高空伤害,这时候女巫出现了,不得不说你很勇敢,我现在又回来支持你了,你小子竟然还会回来,你听好了,他们可能在墨影地,因为墨影龙不见了,所以我现在要帮你变强,女巫把我变成一头超级电影牛,多了十颗星,我感觉浑身都充满力量,94到96天,钻石已经不能满足我了,我要去地狱寻找合金牛,一进来我就被火焰人攻击,可能是上一次我惹怒他们了,地狱生物都不怎么 欢迎我,我发现了很多金发妹,还好我利用金苹果回复,否则真不好说,这不是合金牛吗,我终于找到你了,快跟我回家吧,我从他身上拿大量的合金来做装备,现在我是这个星球上最厉害的牛啊,97到98天,我向基地每个人道敏,你一个人去真的可行吗,放心吧,我现在强得可怕,到了晚上之后,我需要收集更多的墨影针柱来定位墨地传送门的位置,我他妈直接扔出,99天,它落在了一个矿洞里,朝着里面挖进去肯定能找到,不过我实在太大了,我变成原来的墨影龙。 这样就舒服多了,先把这些僵尸给处理掉,向着里面走我发现传送门了,就让我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秘密,第一百天,进来之后我发现之前的变异牛也在这里,那就看看谁更强大吧,你没必要和我们作对,只要我们统计这个兴起来,想要什么就有什么,我愤怒地朝他砍了一箭,你以为帮外星人我们就能过上好日子吗,他们只会拿我们做实验,我的进攻非常可怕,他跑到一个虫洞中逃走了,我们的战斗引起了大量的外星人的助力,但我不是之前的我,你们这些高科技对我造成不了伤害,我的宠物快把握 他杀掉,你连装备都没有怎么敢跟我打他,穿着大量的合金甲,他对我造成不了一点伤害,你竟然把我的宠物杀了,该轮到你了,突然他穿起了合金铠甲,看来这家伙早有准备,不过我也不会认输的,在战斗的过程中,我给他下毒了,这是女巫临走前交给我的致命毒药,我终于胜利了,我作为史上最强守望者宝宝出生了,突然,天花板掉了,岩浆从里面倾泻而下,躲避不及时的族人都被岩浆灼伤了,就在这时,虚空王从天而降 企图追杀我,他的后面还跟着一群虚空行者,只要找到钻石守部者,我就会把你们都融化,创造出最强大的武器,我的族人接连被追杀,我想帮助他们,但现在我只是一个弱小的宝宝,我只能去找爸爸妈妈,就在这时,我遇见了他们,左左,我们只能陪你到这了,你一定要找到神圣洞穴,那里悠悠打败虚空王的力量,在我询问更多信息之前,虚空之王走了过来,把他们两个都烧成了灰烬,妈妈爸爸,不要,我什么也做不了,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逃跑,第二天,我被虚空王, 虚空行者赶到了山洞里,我试图逃离他们,但无论我走到哪里,他们都能发现我,我们的主人赐予我一个追踪器,可以探测到稀有的生物,逃不掉的,此时我偷偷躲进了一个拐角处,利用回声定位观测他们的位置避开冲突,出来吧,小窝灯,我知道你就在这里,虚空行者慢慢逼近我的藏身之处,我平住呼吸,他们马上就要发现我了,就在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他们却跑开了,突然,我的回声定位再次响起,有个东西就在我身后,那是一只巨大的虚空兽, 我立刻跑开了,但却误入了死胡同,没办法了,我只能和他硬钢了,这头野兽无比强大,并且可以灵活地旋转跳跃攻击,他向我喷出可怕的紫色火焰,但幸好作为钻石守护人,我有坚硬的钻石皮肤可以抵倒伤害,但即便如此,我也没办法接连承受他的猛攻,我必须反击,所以我立刻用出点一掌音道攻击,但这并没有阻止他,没办法,我只能躲进了旁边的隧道里,第三天,我在隧道里狂奔,虚空兽在后面追踪着我,他每走一步洞 我尽可能快地跑快一点,但是震动越来越强烈,他追得很快,那野兽就要追上我了,突然,我脚下的地板轰然塌陷,我将落进一个全新的区域,这里是一个充满红色岩石的魔法洞穴,难道这就是我妈妈说的神秘洞穴吗?突然有一个怪物从我身边掠过,是谁在那儿?于是我朝那怪物的方向开了一枪以示警告,一只小钻石狼迅速跳了出来,请不要伤害我,我得保护那个神秘的神殿,就在这时,虚空兽也跟着我掉进了洞里,小钻石狼被吓得迅速跳开, 我只能追了上去,第四天到第七天,我追着小狼穿过了一个秘密通道,通道很窄,但幸好我还是的宝宝,能够很轻松地自由穿梭,最后,我跟着小狼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房间,突然间,虚空巨兽把房间的天花板炸开一个洞,小狼立刻转身对我说道,你先拿着神钉走,我把神钉从底座上撑下来,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我体内笔上,我体型迅速变大,脊椎变得更有力了,我的钻石躯体发出了明亮的光芒,我成功变成了一个成年钻石点御者,更是多了十 一颗星,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此时虚空兽趁机扑向我,我惊慌失措地从地上射出一排钻石柱,重伤了虚空兽,我尝试再次和虚空兽搏斗,它仍然是一个强大的敌人,但只要有机会,我就会召唤多个钻石尖刺攻击,它的力量实在是太强了,即使我用超音速能力减缓了它的速度,但这依然是毫无作用,如果我不改变我弟策略,我和小狼都完蛋了,于是我快速用音爆瞄准的天花板,攻击的力量把碎石撞到虚空兽的路 你这个卑鄙的老六,剩下的五个神定我不会再让给你了,就在这时,洞穴地面发出剧烈的震动,快跟我来,第八道是天,钻石狼带我逃到了一个巨大的采矿场,虚空之王正在开采我们两个家园的钻石,就在这时,我才发现周围到处都是虚空行者,突然,一个虚空行者发现了我们,他们迅速朝我们追来,我和小狼转身就跑,但是他们有特殊追踪装置,我根本无法甩掉他们,我向小狼提议可以建造一个基地,可以屏蔽装置的追踪,小狼也同意了,我们很快就建造 最后,我为小狼添加了一个小房间,配有一个软软的电子和骨头,就在这时,地面发出剧烈的震动,是虚空之王发现了我们,第十一至十四天我和小狼躲在钻石基地避难,虚空之王闯进基地寻找我们,我们俩尽量保持沉默,但他离我们越来越紧,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现在的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你们这两个可恶的虫子,是永远都不会逃出我的手掌心的,虚空之王留下狠话后就离开了,他沉重的脚步让大地都未知颤,就在这时,我注意到虚空之王的手掌 小狼掉了一些东西,我走过去把它捡了起来,这是一张地图,最上面的标题是翡翠矿区,这是下一个神定的位置,我和小狼立刻跟着地图出发去找神定,在漫长的寻找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翡翠矿区,这里到处都是被关押的海归,他们被悬挂在熔岩坑上方,虚空行者要把他们融化成材料,我得进去帮他们,第十五天到十七天,我冲进去和虚空行者搏斗,他们的数量太多了,我知道如果继续近距离攻击的话,我一定会失败的,所以我立刻跳出包围圈, 从高处向他们发射阴爆枪,我尽可能多地击杀他们,但他们人数实在太多了,我只能更换策略,于是我改用我的新能,召唤一排钻石柱子从地上进行攻击,虚空使者害怕地接连后退,就在我即将获胜时,巨大的虚空兽从天而降,你这个傻瓜,你掉进了我的陷阱,虚空兽亮起爪子向我扑来,我知道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突然,我听到小狼叫我,我向小狼看去,发现所有的笼子都被打开了,海归们都冲了不来辅助我攻击虚空兽,但即使有一支强大的� 我也没办法重伤他,就在这时,他们的领导人向我走来,我知道神定在哪,跟我来,第18至21天,我跟着海归领队走进了一个神秘的地下洞穴,洞穴因上面的打斗而颤抖,我们时间不多了,神定就在前面,你必须一个人完成洞穴的试炼,进去吧孩子,我一个人走进了洞穴内部,一堵墙突然出现,把我困在里面,我转过身神定就在前面,于是便朝前走去,直到一个翡翠兽从天而降,我是神定的守护者,你必须打败我才能拿到神定,守护者向我走来, 我用钻石突刺把他击退了,翡翠兽立刻狠狠对我挥绝,我被吓得向后退缩,突然守护者射出一排翡翠晶体,将我击晕了过去,即便如此,他依然没有停下,他再次向我投掷翡翠快,每一次撞击都带给我巨大的伤害,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能感觉到外面的地面震动得更厉害,我快没有时间了,最后一击,我用尽全部力量发射出最强一击,守护者被我击退了,你现在可以拿走神定了,我赶紧跑过去拿起神定,我感到神定力量穿透了我的全身,我 我获得了五颗星颗星的火焰能力,第二十二到二十五天,我回到战场后发现,蓄空兽几乎摧毁了一切,我立即冲进去,使用我的新力量来攻击蓄空兽,终于回来了,蓄空兽一跃而起,当他坠落时,巨大的爆炸把我撞到了岩浆里,他的每一次进攻都带有强势的火焰之力,但如果我试图后退时,他就会用蓄空能量轰炸我,这样下去是不行的,我必须要置取火射,我开始把蓄空兽引到熔岩坑的边缘,然后我用音爆把它撞了进去,我们终于� 突然,我们的庆祝活动因蓄空之王的到来而中断,你无路可逃了,我试图逃离,但蓄空之王的追踪装置让我无处可逃,就在这时,海龟首领追了过来,去找法师,他会帮你的,拿着这个,他递给我一个翠绿的装置,然后冲上去帮我拦住蓄空之王,我看到蓄空之王立刻击杀了他,无能为力的我只能逃离现场,第二十六到二十八天,我回到了基地,开始修复先前蓄空之王造成的破坏,就在这时,一群绿海龟来到我的基地,我们的领袖死了,我们 没有方向,我们想加入你们的事业,欢迎你们的加入,为了纪念海龟首领给我的帮助,我加了一座纪念碑来纪念他,我在中心放上他给我的翡翠装置,突然,一只小松鼠冲了进去偷走翡翠,嘿,还给我,第二十九天到三十二天,我追着松鼠来到了一个陌生的森林里,他速度极快,甚至可以爬上树,你的老六,我愤怒地用鹰暴对树轰炸,突然,松鼠跳了下来,他快速地跑步拐角不见了,我跟着他转到了同一个街角,但是那里根本没有松鼠,只是一堵巨大的墙,就在 我要放弃的时候,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小狼你在这里做什么,也许我可以帮助你,于是小狼快步走来,失了某种我从未见过的魔法,就这样,他穿过了墙,第三十三到三十五天,我把小狼穿过了墙壁,我们进入了美丽的神话王国,里面满是五颜六色的水晶,我发现他们了,我看到松鼠跑进了一个复杂的建筑,我跟着他进去往,当我到那里时,他转过身来看着我,忽然,那个毛茸茸的小东西变成了人类法师,你好左左,我是魔法师,我一直在找你,我拿翡翠是为了引诱你 虚空之王想要追捕我,他不知怎么进入了我的神话王国,我需要你找回下一个神殿,跟我来,法师带我进入了一个古洞穴,正当我们深入时,忽然,我发现虚空使者在后面追踪我们,我需要隐藏,你现在只能靠自己了,法师原地消失了,第三十六到三十九天,虚空使者越来越近了,所以我用超声波转移了他们的注意力,成功躲进了洞穴,我一进门,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把他们锁在外面,我环顾四周,发现整个地方都铺满了一吨TNT炸药,这是个陷阱,我需要你找回下一个 需要在爆炸前拿到神殿,我们快速搜寻,直到我发现神殿就在另一边的寄座上,我和小狼开始准备穿越熔岩,突然,一个巨大的熔岩生物跳了出来,给我站住,我来分散它的注意力,你快去拿神殿,第四十到四十三天,我开始爬过熔岩坑,而小狼则尽力抵抗熔岩领主,但当我快要到达时,小狼被击中了,我想帮助小狼,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过去,就在这时,小狼的身体突然开始发光,它飘到空中开始变形,它的身体变得更大了,进化成更强大的钻 小狼,它开始攻击熔岩领主,在它的新形态中,它有了一种新的可怕的力量,小狼的嘴里快速射出一道道钻石晶体,锋利的光芒中伤了怪兽,甚至刺穿了怪兽厚重的灵片,即使野兽继续向它猛攻,但是小狼都一一避开了,快抓住神殿,我跳了最后几个平台,抓住了神殿,地面突然开始摇晃,我昏迷了过去,第四十四天到四十六天,我在寺庙外面醒来,我的血量很低,小狼和神殿都不见了,于是我开始四处搜寻,突然我发现昏 小狼,白光闪过,小狼又变回了婴儿的样子,突然,虚空之王雷鸣般的脚步声在我们周围回答,它是冲着我们来的,我找到你了,今天就是你的终结日了,就在这时,法师从天而降,他把第二个神钉帝给我,我再次发生变异,我的身体变得比以前更大,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钻石守望者,我带着新力量开始和虚空之王搏动,我的蓝光攻击和彩探能力,甚至把他击退了几个,他以牙还牙,他那把巨大的斧头不停地向我劈砍,幸运的是,我加过了钻石皮 使他的攻击不那么痛,虚空之王朝地面狠狠一击,把我击飞了出去,我试图用阴暴解决掉他,但是他的盔甲太坚硬了,巨大的虚空之王即将对我发出最后一击,这时,魔法师传送到我面前,快跑,我来拖住他,无能为力的只能走了,但我回头时,却看到法师被击杀倒在了地上,第47天到50天,我失落地逃回了家,真不敢相信,即使我已经进化了两次,我还是输给了虚空之王,我需要把我的注意力从这件事情上转移开,所以我决定再次扩大基地, 就在这时,一只海龟向我跑来,左左太可怕了,虚空势力已经渗入了基地,第51天到54天,我正在基地外阻止虚空使者的入侵,滚出我的家园,就在我开始攻击他们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比以前更厉害了,事实证明,这些虚空使者也得到了升级,他们看起来全副武装,我就知道这场战斗会比以前艰难得多,但我不能放弃,我快速地使用踩踏能力,从上面将他们击飞了,强大的力量让他们无法抵抗,剩下的敌人害怕地想逃走,我趁机用新升级的音报瞄准了他们, 此外,我使出了我的改进火焰喷射,对着他们一顿攻击,在一场大战之后,我设法击退了一大群入侵者,保卫了我的基地,这时我注意到地上有一封信,我们将在几天内成功锻造武器,有了他,虚空之王将统治这个王国,这太可怕了,就在这时,小狼跳了出来,跟我来,我知道位置,我跟着他来到了一个传送门前,刚好看到虚空使者跳过传送门逃走了,我们迅速跟了上去,第55天到57天,小狼和我来到了一个巨大的地狱城堡,看起来我们来对了位置, 我们开始寻找入口,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太大了,溜不进去,我有一个好办法,小狼在附近发现了一种扭曲的真菌,制成了一瓶药水,然后小狼把它递给了我,我喝下后迅速缩小,左左,药效时间很短,你必须快点回来,于是我偷偷默默地溜了进去,在躲过几个守卫后,我找到了武器的房间,一个虚空使者正在组装终极武器,我必须要打断他,于是我开始偷偷上前,但令我惊恐的是,药水的效果开始消失了, 我慢慢地恢复到正常的体型,该死,被发现了,第58天到61天,我被虚空使者们发现了,他们迅速召唤其他人包围了我,因为药剂的效果还没有完全消失,我还是那么渺小,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小狼以强化的形态从窗户上撞了进来,拦住他们,找到武器,小狼拖住了暴徒,把他们迎走了,我离目标越来越近了,最后,我离合成器只有一步之遥了, 我用尽全力一次又一次用拳头砸锅里,为了拯救所有人,我必须要打破他,伴随着我的终极音爆攻击,合成器破碎了,这时,里面居然掉出了一个神定,我抓住了他,感觉他的力量在我体内涌动,我长得更大了,获得更多的新和前引荐武器,我现在必须快点去救小狼,于是我迅速闪现到小狼面前,释放出音爆光束击退了敌人们,我用炽热的火焰把他们包围起来,用蓝色爆炸将他们击飞了出去,伴随着巨响,我把他们全部击败了,第62到64天, 我们成功逃离地狱,但很快就被一声巨响瞒住了,你们这些恶心的虫子,续空之王向我冲来,毫不留情地挥拳攻击,小狼在旁边帮我干扰敌人,而我从各个方释放着音爆反击,强大的攻击让续空之王亮枪后退了几步,小狼趁机放出大量的钻石,试图打碎他的防护,毫无疑问,我们两个人的合作天衣无缝,但他实在是太强了,就在这时,我看着小狼在后面成功偷袭,续空之王猝不及防地暂停了脚步,我趁机发 发动了巨大的声波爆炸,直接击中了他,导致他重伤跪倒在地,当尘埃散去,剩下的只有一张字条,第65到68天,小狼和我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基地,这太危险了,我们必须要重振基地,于是我开始用钻石块加固墙壁,以确保续空使者无法闯入,另外,我加入了一些恶搞陷阱,这下基地的安全度再次上升,就在这时,小狼带着纸条来找我,紫水晶闻名就藏在北面,马上给我抓住他们,该死,我必须要去拯救他们,第69到72天,小狼和我北上带动了� 去寻找紫水晶王国,这是一个怪兽拦住了我们,放轻松,我们又不是坏人,我们是来拯救你们的,我们不允许外人进来,除非他们向我们国王献上宝物,我把手头的东西都给了他,但无济于事,只有无尽的珍珠才行,没办法,我们只能出发去寻找珍珠,突然小狼发现了一种气味,我一直跟着他到达海滩,当我们到达那里时,他开始挖掘,左左快拿出这个宝箱,当我打开宝箱时,发现里面有一颗无尽珍珠,就在这时,一个幽灵拦住了我,第73到75天,我和一个来 来自被诅咒的箱子的幽灵面对面,当他出现的时候,天空都变暗了,就在这时,幽灵迅速召唤出一些同伴,没有办法,我只能冲进去和他们战斗,我不断用阴暴攻击从远处轰炸他们,然后我用爪子从各个角度劈开,在接连的攻击下,鬼魂一个接一个的掉下来,他们的数量快速下降,最后一击,我打败了最后一个幽灵,该结束了,我带着无尽珍珠交给了守卫,随后我进入了城堡内部,看到了紫水晶国王,你找我是需要什么吗?我正要向他说明 续空之王的阴谋,突然,天空变暗了,另一个是续空将军突袭了这座城市,你们一个都逃不掉了,第76天到79天,续空将军正在摧毁着城市,我们没时间了,你快告诉我你们的神定在哪,他就在这里南边附近的废墟里,于是我迅速奔向废墟去获取下一个神定,不久之后,我到达一个巨大的建筑前,中心放着的就是神定,随后在我向前起步后,我突然被续空使者们攻击了,他们聚集在我们周围,巨大的续空使者向我狠狠挥去,面对这么多敌人,我现在只有两种办 第一种是用火焰把他们全部炸开,希望一次性把他们全杀了,但当有人躲开的时候,我肯定会被偷袭重伤的,突然小狼叫住了我,我来拖住他们,你快去拿神定,于是我快速跳下去夺取神定,我刚拿到他,就感觉身体涌出一股强大的气息,他让我多了五颗星,我还获得了新的钻石尖刺力量,我重新投入战斗,用我的新钻石尖刺技能击飞他们,小狼在下面帮我干扰敌人,我们合力对续空使者造成巨大伤害,我向周围发射出多个钻石尖刺,续空使者气得 不断向我规矩,随后我用尽全力发射出最强一击,续空使者彻底倒下了,第八十天到八十三天,我重新回到战斗中去对抗续空将军,续空将军很强大,他向各个方向喷出续空火焰,试图灼烧我,如果我被击中的话,他会让我枯萎,所以我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击中,我试图用鹰爆轰击他,因为他还在飞行,所以我无法使用钻石尖刺攻击,这让我攻击方式十分单一,续空将军看到了我的弱势,趁机追了过来,幸� 幸运的是,小狼加入了这场战斗,随后他发射出钻石力量分散了敌人的注意,让我获得短暂的喘息,战斗继续进行着,小狼用尽全身力气对抗着敌人,我趁机在远处用声波爆破和钻石帮忙,续空将军倒下了,我们以为我们赢了,直到他再次站起来,甚至比以前更强大,不幸的是,小狼现在还不是他的对手,就在我以为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小狼再次进化,他再次升级高级形态,他现在是终极钻石狼,随后小狼再次冲上前去,幸运的是, 小狼的新技能有效地控制了敌人的攻击,他和续空将军打得有来有往,小狼在近处攻击,而我则在远处趁机用鹰爆攻击,有了我的加入,小狼明显轻松了很多,最后一击,他设法干掉了续空将军,第84天到86天,我带领紫水晶人回到了我的基地,当最后一个紫水晶人进去的时候,突然,大地开始剧烈地颤抖,续空之王来到了我的基地,卑微的虫子,这次你没有机会逃走了,续空之王从手中喷出一阵火焰,点燃了我的基地,第87天到89天, 续空之王正在攻击我的基地,长官,武器快完工了,看来我要用我的新玩具把你干掉了,再见了虫子,不要跑,你们这群卑鄙的家伙,我一路追赶续空之王,发现他在一个下界传送能消失了,我来不及思考就一头扎进去,我发现自己站在终极武器面前,看起来就快完工了,该死,我必须销毁他,就在我要靠近终极武器时,续空之王从天而降,我们之间的战斗一触即发了,我直接贴脸发射钻石光束,续空之王使用他的喷射火焰反击我,他的火焰正在疯� 燃烧我的生命质,该死我必须想办法,我要使用钻石尖刺打晕他,我失败了,就这样结束了吗,第九十天到第九十二天,我在一片黑暗中醒来,我发现我的妈妈站在我面前,妈妈,我失了吗,我孩子你在梦中,妈妈一切都完了,续空之王完成了他的武器,我让你失望了,儿子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你要相信你自己,让神定指引你的方向,妈妈再见,当我醒来,我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笼子里,第九十三天到第九十四天,我尝试一切办法想要逃出牢笼,但这行不通,突然想要逃出牢笼,但这行不通 小狼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从后面袭击了警卫,我和他一起逃离了现场,第九十五天,我在基地内找到了一张地图,看起来他可能会引出下一个神定,第九十六天,我跟随地图来到一个山洞深处,看到了最后一个神定在里面等我,这真的太棒了,就在我要靠近神定时,一只巨大的守望者九头蛇拦住了我,直接使用强大的光束攻击我,本地守望者太没有礼貌了,我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守望者老大,我快速地靠近他们,沙包一样大的巴掌,呼呼地打在他们的脸上,这就是你们偷袭我的代言。 击败三头小虫后,我终于拿到了最后一块神定,获得五颗星,和强大的力量,我以最快的速度冲回我的基地,并将神定放在基座上,突然,他们都从原来的位置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全新的锤子和盾牌,太棒了,我锻造了终极武器,第九十七天,我正朝着下界门的方向前进,我要去击败续空之王,终于在第一百天,我回到了下界,续空之王正在王座上等待着我,臭虫一切都结束了,他拨动开关倒计时开始了,我得在倒计时结束前阻止他,我得在倒� 我挥舞着我的终极武器冲向他,续空之王还想要用他的巨斧欺负我,但是我的终极盾牌挡下了所有的攻击,同时我也使用终极锤子狠狠敲击他的脑袋,八十,八十,该死的臭虫,我把你烧成臭疤疤,一切都结束了,我快速地跳在空中,必招从天而降的锤法,击败了续空之王,并且及时停止了计时器,拯救了世界 第一天,我作为报废汽车出现在传送带上,我和父母即将被转化为废体,我试图逆行逃出传送带,但是我已经没有由无法逃跑,我的妈妈首先坠入研磨机中,紧接着我爸爸被压缩碾碎 我是唯一幸存的车辆,就在我即将走向终点时,我看到一个神秘的金色车钥匙在传送带上,我尽一切努力伸手去抓住它,握在手中后我突然感到身体发生了变化,我的生锈金属被涂上新的华丽颜色,我的形状变得更加流畅现代 我现在是一辆赛车,第二天我以赛车形态飞驰,这时我发现摩托匪徒打算把我抓回去,我以为可以甩开他们,直到突然发现路中间有牛,我来不及停下来,冲过了其中几头牛,然后我被他们包围无法逃脱 这时我的身体再次变化,我的皮肤黑白相间,并且灯光闪耀,我成为了一辆警车,我利用新的警报器警告牛们让开道路,卡车龙的匪徒开始逼近我,我试图加速,令我惊讶的是匪徒们减速了 但当我往前看时,意识到我正直冲向一座未完工的桥,由于速度太快,我从边缘飞了出去 第三天我跌入寒冷的海洋,作为一辆车我无法游泳,就在我快要昏厥时,一艘船设法将我拉出水面 这时天空聚集乌云,倾盆大雨倾泻而下,船试图将我拉过狂暴的海浪 但当一只可怕的海怪从水中冒出时,情况变得更加糟糕 海浪对我们来说太过强大,最终绳子断裂,我被抛回水下 第四至五天我在海滩上醒来,我奇迹般的幸存下来,我必须回到废车场,拯救我的朋友们 就在这时我发现地面开始振战,我迅速找到附近的洞穴躲藏 卡车龙在寻找我,如果他抓到我我就完蛋了 我试图躲避巨大的恐龙卡车,直到一个小遥控车突然从灌木丛中跳出 吓了我一跳,嘀嘀嘀,我的警报器误开,导致卡车龙锁定了我的位置 第六至七天我被卡车龙在山间追逐,作为警车形态并不如以前那么快 这时我车轮下的地板突然崩塌,我跌入深渊,幸运地落在潜水中 我无法这样生存下去,我需要找到食物,我开始搜寻地下区域 最终找到一些食物,然而我听到身后传来机械噪音,我转过身 发现卡车龙的手下人们在追我,他们利用铁爪手和锯片试图将我一块一块撕裂 我只是一辆车,能做的就是猛撞他们,我设法击倒了几个 但这还不足以赢得这场战斗,我跑向一根柱子,保护自己免受更多伤害 但现在我被围困了,就在我即将面临毁灭时,我的身体再次变化 我现在是一台鸭路机,作为鸭路机我比以前更强大 匪徒们试图攻击我,但他们无法与我的机械滚轮相匹敌 我撵过一群又一群敌人,直到他们化为废体 突然一名高级匪徒出现在洞穴里,看看我们找到了什么 是时候将你变成废体了 第八至九天我被匪徒追逐,作为鸭路机我没有以前那么快 当我发现自己被逼入绝境时,匪徒逐渐逼近 我知道我必须立即想办法,否则只能拼死一搏 我利用鸭路机冲破面前的岩石,打开了地下的出口 我逃到外面,发现一片森林被愤怒的卡车龙点燃 更糟糕的是,匪徒仍在追赶我,我要抓到你 敌人继续追逐,我被迫穿越危险的森林火焰 处处都有致命的火灾等待着我,我无法摆脱敌人 绝望之际,我利用鸭路机的力量推倒身后的墙壁 阻断了敌人的追踪 然而,我很快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 我现在被困在一个被火焰包围的区域 第十至十一天火焰四处包围着我,无路可逃 正当我以为命不久已时,我再次感到身体发生变化 我变得更大,涂上了闪亮的红色 我现在是一辆消防车,我拥有灭火的能力 我利用我的新武器扑灭颇尽的火势,开辟一条安全通道 突然我又变回了较小的形态 看来我还不够强大,无法保持那么大的形态 你在哪里,我意识到自己仍然被追捕 于是驾驶着之前开辟的通道逃离 我感觉自己离自由越来越近 但我再次被无情的海水潮流阻挡 这时我恍然大悟,我一直被困在一个岛上 这时卡车龙匪徒追上了我 在第十二到十四天我与卡车龙的手下展开对抗 我试图用我的汽车能力来保护自己 他挥舞着手中的电锯向我袭来 他巨大的攻击将我击飞 每次击中都将我向后推几英尺 当他向我冲来时 身后留下一道火焰 战场很快被火焰和烟雾填满 我继续试图用我的小车形态来冲撞他 但他太强大了 战斗是毫无意义的 我需要找到赢得这场战斗的方法 否则我就完蛋了 在我陷入劣势时 突然我发挥出了我的能力 我的车在音响开到最大音量 我获得了发射巨大音波的能力 战斗继续进行 但凭借我新发现的能力 我有了一线胜算 他准备发动强力攻击 但凭借我新获得的音响能力 我设法冲破他的垫墓 打倒了手下 这太不可思议了 突然间大地震战 卡车龙显露出身形 我被发现了 正当我以为自己即将被擒获时 之前的船只盟友出现在岸边 跟我来如果你想活下去 第22到25天我跳入水中 船只盟友抓住我 把我拉开 躲避来袭的威胁 可怕的是卡车龙跳入水中追赶我们 如同一只愤怒的怪兽 可是我太重了 船只拉不动我 所以卡车龙正追得越来越近 这时我激活了我的变形能力 变成一个更小的车辆 减轻了盟友的负担 船只得以加速 他带我到了一个海港 你哪来的那把金色钥匙 卡车龙袭击了我的父母 把他们变成废体 就在他几乎抓住我时 我在传送带上找到了这把钥匙 难以置信你居然能与之融合 成为传说的一部分 这时卡车龙冲上了港口的岸边 开始肆虐并且四处寻找我 时间不多了找到直升机 他或许能帮助你 这时卡车龙进入了我们的藏身之处 向我的船友发射了强大的激光 将他一击毙命 而我尽可能快地逃跑 第26到28天 我被一条巨大的裂缝挡住了我的去 面对逼近的卡车龙 我别无选择 只能试图跳过裂缝 我加速驾驶全速向前 朝着裂缝的另一边飞驰 但我还是坠入了下面的深渊 然后陷入昏迷 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漂浮在云端之上 一片天堂般的镜底 在我面前有一辆漂浮的金色蓝薄镜底 找到造物主答案将变得清晰 你是谁 我是你 只要你选择正确的道路 所有问题都会在适当的时候揭晓 在我能提出问题之前 我被拉回现实 我躺在深坑底部 这是我未开发的潜力吗 我必须找到造物主 学会如何解锁它 突然我听到卡车龙的震耳欲龙的咆哮 我迅速进入隧道系统寻找掩护 在第29到32天 我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充满沸腾岩浆的隧道区域 我试图后退 但身后的入口已经被流动的岩浆填满了 我别无选择只能找到另一个出口 我穿越了岩浆中的平台 但不幸的是上升的岩浆让我困在一个小平台上 我将被热量融化 就在这时我的能力再次发挥作用 将我变回消防车 我用消防水枪喷向岩浆 留下一条黑药石路径 多亏了我的不可思议的能力 我得以逃离火山 当我走出隧道时 我听到下方传来一些喧闹声 是来自火山脚下的社区 第33到35天 我匆忙赶往需要帮助的人群 但火山再次剧烈震动 火山随时都可能爆发 我没有足够的时间一个一个的拯救他们 就在这时我的能力让我成为了一辆搬运车 快上车 市民们纷纷跳上车 我迅速驶离 然后火山喷发 火山会四处飞扬 我经历躲避落下的岩石 有几次险些被砸中 但我逐渐靠近安全地带 突然大地再次震动 导致更多区域开始坍塌 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现在被困在一个小平台上 四周被岩浆环绕 我无法脱身了 第36到39天 就在我以为一切都忘事 一架直升机从头顶飞过 直升机看着我 将我拉到天空中 然后市民和我被送回到安全地带 我想你就是我在找的直升机 我向他解释了我要拯救朋友 并找到特殊部件的任务 而直升机告诉我在附近的农场 他看到过造物主 这是卡车龙的手下抵达我的位置 我会保护市民 你去找那个农场 第40至43天 我正驾车离开城市寻找农场 突然听到身后有人我回头一看 发现指挥官正在我后面 为了不被抓住 我加快了速度 但没有注意到自己的行驶方向 我不小心开进了一丛田江古灌木丛 我试图穿过灌木 但无济于事 指挥官正在逼近 恐慌和绝望开始袭来 我开始变身成了另一辆车 此刻我成为了一辆绿色拖拉机 将灌木推开顺利通过 第44至46天 我在甘草迷宫中被指挥官追捕 我在恐慌中转错了方向遇到了死胡同 我被困住了 指挥官逼近 但就在他袭击我之前 突然墙壁被撕开 露出一个变异南瓜王 然后指挥官看到他立马就逃跑了 第47至50天 变异南瓜迅速接近我 他开始召唤一群南瓜手下 他们向我走来 我推到迷宫外 却发现更多的敌人在外等待着我 我不得不动手挥舞着割草机 开始砍倒蔬菜军队 解决了地面上的敌人后 我转而对付空中的敌人 瞄准天空发射声波攻击 一举消灭了他们 南瓜王看到我击败手下愤怒不已 他冲了过来 但失去了后盾 他的力量减弱了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我用绿色拖拉机结束了南瓜王 太阳出来天空恢复正常 第51至54天 我终于看到了农场 为了躲避卡车龙的手下 我认为躲进骨仓里面是个好主意 我深深地藏在骨仓里 发现一封奇怪的信在我的车轮下 你必须找到引导你的钥匙 这就是我寻找的线索 但由于我的机动惊动了手下 他们破墙而入要抓住我 我被围困了 突然我变成了一辆赛车 加速冲出骨仓 更多手下紧追不舍 这时我抓住铁轨向前冲 第55到57天 我一直跟随着铁轨 直到发现附近的赛道 我看到了比赛的大奖是一个金钥匙 这就是信里告诉我的物品 我开到奖品旁 试图抓取 你想要奖杯 你得赢得一场比赛 我报名让我比赛 转眼间我就站在了起跑线旁 第58至61天比赛开始 我与赛车冠军势均立敌 这时冠军开始加速前进 他的赛车手上来帮忙 推倒一堆物体试图阻止我 我迅速变成了压路机形态 毫不犹豫的碾步物体 什么这不可能 然后我抓住机会超越他 冲过终点线 咱们有个新冠军 你拿走我的头衔 你会为此付出代价 62到64天前任冠军突袭我 并且另一批赛车手下向我冲来 我加速逃离 他们追赶着我 我们飞驰在赛道上 其中一辆车挡在我前面 他在撞击后爆炸碎片四件 我继续前行 另一手下紧追不舍 我没有注意到一辆新车直冲而来 结果我们相撞 将车辆撞成碎片 但最后一辆赛车依然不放弃追逐 他全速冲来 但在最后一刻 我变回压路机形态 将他碾压在我的巨轮下 钥匙的时候 之前的小卡丁车飞驰而过抢走了他 小偷驾着卡丁车消失在地平线上 警车开到我面前 我们需要你帮忙逮住那个孩子 不要让他逃掉 我变成了警车形态迅速追击 第65到67天顽皮的车辆 试图甩开我和其他警察 小偷跳过了斜坡 我紧随其后 这时两辆大卡车正在快速逼近 我必须赶上他 我驶过十字路口 差点撞上了巨大的货车 然后我发现小偷驶入了一个汽车维修店 小偷驾车进入车库 车库门随即关闭 几秒钟后门炸开 他变得更强大了 第68到72天 他的车辆飞升而起 试图用巨大的力量将我压扁在他的轮胎下 我勉强避开了这一击 但这只是他进攻的开始 车子在战场上狂奔摧毁一切 我别无选择只能迅速撤退 躲进附近的建筑物 我相信敌人太大无法跟上 但他轻松地冲破外墙 我们的战斗继续室内 车子撞向墙壁和支撑梁 建筑物内部变成了废墟 我的藏身之处被摧毁 在绝望之际 我驶入汽车修理店 突然车库门关闭 火花四箭 我获得了五颗星和新的液压系统 当我出现时 我现在是一辆升级的警车 敌人再次跃入空中 但现在我也具备同样的能力 我发挥出新形态的全部实力 猛烈撞击敌人的侧面 从上方猛烈打击他 用震耳欲聋的音波攻击他 最终击败了小偷 使他回到原始状态 我的警察朋友不久后 赶到现场逮捕嫌疑人 警车递给我被偷的奖品 这是拯救我朋友的关键 突然我被一道金光包围 然后消失了 第73到75天 我出现在另一个围堵 在那里我再次与金色兰博基尼 悬浮车并肩 你想见创造者吗 那么你必须通过我的考验 我愿意做任何事 来获得终极力量 然后我被传送到考验的位置 我聪明地变成了消防车 用水喷洒岩浆 将其变成黑钥匙 接着我面对一大片挡道的灌木丛 于是我变成了绿色拖拉机 使用割草机穿过树叶 最后我面对一个 将我与传送门隔开的缝隙 于是我变成了赛车 为自己创造了足够的加速距离 我踩下油门 以最高速度接近试图完成跳跃 我成功地战胜了所有的考验 第76到79天 我再次出现在废弃场 那里我看到创造者站在我面前 让你可以变成任何你想象得到的车辆 所有的一切都只剩下插入两把金色钥匙 并阅读我信中的内容 创造者递给我一封信 但就在我抓住他之前 卡车龙出现并阻止了我 他没告诉你吗 我是他实验的失败品 然后他释放强大的力量 瞬间消灭了创造者 我冲上去为他复仇 但他释放了毁灭性的激光 摧毁了我周围的环境 我绕着转来躲避他的攻击 并利用我的液压 践踏门里尽可能的环境 但他实在太强大了 我对抗他毫无胜算 最终我被打昏倒了 当我醒来时似乎是在梦中 我的父母在我身后 孩子你不能就这样结束 爸妈我好想念你们 我们也很想念你 你正在走向成为超级汽车的路上 你需要面对你的恐惧 想办法击败卡车拿回那封信 第八十至八十三天 我醒来发现被困在一个笼子里 并且我即将被旁边的岩浆融化 我拼命试图逃脱 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无法变身 这时我的一个朋友出现了 他们把我从笼子里救了出来 你来救我了 当然这就是朋友的作用 突然一群卫兵涌入我们周围 在八十四至八十六天 我变身成为赛车形态 以最高速度一次又一次地撞击卫兵 但敌人的数量太多 他们聚集得太紧密 我无法将他们击倒 我转变策略跳入空中 重重地落回地面 以巨大的力量将卫兵击飞 最后我用音速轰炸消灭了剩余的敌人 将卫兵一个个击倒 这是一名手下悄悄接近我的盟友 发动了一次偷袭 在友谊力量的激励下 我再次变身 这次变成了一辆巨型卡车 利用巨大的车轮碾压了敌人 你没事吧 我发誓一旦解锁我的终极力量 我会回来救你 这时更多手下敢来阻止我 于是我逃走了 第八十七至八十九天 我在巨大的废车场里四处穿梭 试图摆脱追捕我的卫兵 这时我听到一声巨大号角的鸣响 原来我已经驶入了怪物卡车对决场 我左右躲闪着暴怒的怪物卡车 而追逐我的手下 却被毁灭性的对撞砸成碎片 这时我转过身 发现是我正在寻找的那封信 看来我只能赢下它 第九十至九十二天 我参加了怪物卡车对决 第一轮我利用卡车身躯粉碎那些较小的车辆 但看起来评委们对这种殴打并不感兴趣 为了增加节目的趣味性 我使用闪亮的变身技能变成了压路车 我摧毁了其余的车辆 赢得了第一轮 第二轮开始我必须穿过一个极长的系绳 迅速思考后我将自己变身为摩托车 利用它的两个车轮小心翼翼的骑过对面 毫无问题最后的障碍是最危险的 我必须连续跳过十架直升机 我利用压倒性的速度沿着斜坡飞驰 越过致命的旋转叶片 跳跃距离很远 看起来我可能无法顺利完成 我逐渐接近终点 最后成功着陆 现在是最后的考验打败怪物卡车 第93至95天 我与怪物卡车进行激烈战斗 为了夺回失落的信件 卡车不停追逐我 我想反击 但我的能量已经耗尽 我被困在脆弱的形态中 只能选择逃跑 以避免被压在他们巨大的车轮下 然而即使在远处 也能利用远程火力攻击我 为了躲避他们的猛烈攻击 我冲向直升机队列 但卡车们拒绝给我喘息的机会 摧毁了我唯一的掩护 于是我集中所有力量 感受到自己的力量再次激活 并变身为更强大的卡车形态 有了怪物卡车的身体 我能够释放毁灭性的火焰拳 怪物卡车被我吓坏了 我追赶他们 用扬声器发出巨大的声响 震动了整个体育场 地震使卡车们进一步削弱 经过一段时间后 我用新形态给予他们沉重一击 我成功击败了对手的怪物卡车 然后怪物卡车正要交给我那封信使 卡车龙的手下指挥官出现 第96到98天指挥官召唤出他的迷你版本 他的手下向我冲过来 但我用震耳欲聋的音速轰炸他们 对手再次发动攻击 将地面的碎块炸得飞起 我也被炸得腾空 我尽力反击 但敌人实在太强大了 即使在远处 我也无法安全地躲避指挥官的愤怒 突然我想起我还有最后一个绝招 我开车去拿起我赢得的信 我读了信 然后我变成了终极形态 变成了一辆金色的兰博基尼悬浮车 我用我的新形态和指挥官竞速 他试图将我从空中撞下 但我比他快得多 他甚至无法碰到我的引擎盖 凭借我的新力量 我成功击败了卡车龙指挥官 这时卡车龙从我的身后坠落下来 第99天卡车龙巨大的金属爪猛烈地抓向我 他的机械体内喷射出炽热的火面 我在整个体育场四处移动 继续引导卡车龙到竞技场的侧面 但最终敌人看穿了我的伎俩 将我们的战斗带到了场地中央 他向我发射一连串激光 试图再次用爪子抓住我 我跳上斜坡 但卡车龙立即用攻击摧毁了他 我们两人展现出我们全部的力量 敌人的火焰覆盖了整个地形 他的激光在战场上创造出裂缝 使得越来越难以穿行 我们的史诗般的战斗继续进行 你知道什么会让我的胜利更加甜蜜吗 你的朋友们即将被废弃 我尽力离开以便拯救他们 但卡车龙挡住了我的去路 我知道我无法及时击败他 情势看起来很严峻 这时之前的强大直升机来帮助我 他射出了他的抓钩 将卡车龙升到空中 快去拯救你的朋友 听从他的建议我冲向废瓶场 途中重新发现了被摧毁的踏板车朋友 我猜你已经打败了邪恶的卡车龙了吧 我实际上是在赶去救我的朋友们 然后我顺便用能力将踏板车的车身恢复正常 带着我的踏板车朋友 我准备去帮助我的其他朋友 第一百天我发现朋友们已经被送上传送带 我飞向他们 但我再次被卡车龙挡住 时间紧迫我不能再让他阻碍我的去路 我将所有的力量聚集起来 释放出一连串的电火花 在战场四处飞舞 雷电闪电劈向敌人 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利用我的悬浮能力 我围绕敌人飞行 他挥舞着他的爪子 但却无济于事 我躲在他攻击范围之外 他无法击中我 然后我靠近传送带 当卡车龙冲向我时 我等到最后一刻才躲开 他撞向传送带 然后将卡车龙卷入其中 就像他消灭我的父母一样 最终我打败了卡车龙